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其實你可以分成三個,三個階段來完成 像這一題基本上已經算是非常複雜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呢,不會用那個函數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可能你就會需要花很多力氣啊,突發鏈鋼 那突發鏈鋼變成說你可能要用什麼,選取 一邊用眼睛看的,像這邊總共的比數喔 光那個104年到107年喔,他就給了非常多的資料 那像這邊資料的話呢,我們如果說希望全部喔,一次都把它做完的話 那可能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前面的規則,我早上有講過 他前面那個字一定是可能會有零,但是也有可能沒有零 有可能有零,但是也有可能沒有零 那一定會有零的這個訊息 那後面的話是路階道 所以我們做的方式喔,基本上可以把它拆成三個部分來完成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先什麼,先去找零 找不到再去找零,找不到再找零 那這個其實光低階段的公式就蠻永長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怎麼做喔 第一個,一樣用fine函數 所以插入函數的時候呢,找到文字類函數 裡面的那個fine函數 那fine的話他會問你說你要找什麼 那我要找零這個字,所以你把零這個字打上去 去哪邊找呢?去這個地址地方找 顯然這裡面第一個f2裡面是沒有零這個字 所以你按確定的話呢,他會發生錯誤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當然接下來我們就不能直接找零 所以喔,請你把這個fine函數的公式剪下來 再放在哪裡呢?放在那個邏輯裡面的那個effail裡面 然後再做什麼,把那個剛剛的value貼上去 那如果我發生錯誤的話呢,那就再幫我找什麼 找零的部分,所以喔 貼上之後呢,請你再把那個剛剛貼的 再貼下面,上面下面都貼好了 那只要下面這個,再去找零的話呢 再去找零的話呢,你可以把下面這個 把它改成找零 把這個地方零的部分改成零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如果找不到 找不到他會發生錯誤 那就幫我找零吧 OK,所以喔,特別是下面這個公式 連些上面下面都貼了 那只是下面這個的話,把它改成零就可以了 OK,所以這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比,像這個資料裡面也是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他還是錯誤 那還是錯誤的,沒關係 再找一次 就一樣喔,把effail這個部分喔 再剪下來 如果零找不到,零也找不到 那幫我找區好了 所以區的話怎麼找? 一樣,再插入effail函數 那如果我還找不到,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 OK,不幫忙等號喔 然後呢,再去幫我找什麼? 找區 那找區的話呢 公式其實呢 你可以將上面這個地方的部分 把它複製貼下來 fine有沒有 你可以找什麼fine fine開頭嘛 然後0 然後f2 後瓜糊 就這個公式C 然後把它貼下來 貼下來的話呢,請你把什麼? 把這個零的這個公式喔 零找不到找裡 零找不到再找區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區就可以了 fine 然後區 找找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就找到了 而且找不到跟你講說 在第幾個字 在第六個字 所以啊,也就是我們已經找到 這一個 入的開頭的位置 在這個第六個字 那實際上 我們要的 新生北路 它是在第七個字 所以其實將來要把六加一 OK 那後面這個字的話呢 可能是路 可能是街 可能是道 所以其實喔 後面這個 跟剛剛這個邏輯還蠻像的 所以喔 你可以把這個串怎麼樣 可以把它的零改成路 裡改成街 區改成道 因為其實不外路是什麼 宗孝東路 仁愛路 新一路 這種比較大的路 然後什麼什麼 它什麼街嘛 什麼什麼東 東 新街 什麼東什麼什麼街之類的 喔 新南街喔 這個比較小的 那再來還有什麼 後來發現還有市民大道 好像還有什麼 喔 凱達格蘭大道 反應就是這些啦 不過凱達格蘭大道應該不會失窃 因為那邊沒有住宅啦 因為沒有小偷可以進 還沒進到裡面 就被抓起來了吧 OK 所以 大家會有這些規則啦 那我們只是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實際上是 有一點點複雜 不過你會發現工作裡面還蠻多類似 像這種的 有頭有尾 但是有一個規則 但是我要把它切出來 如果不會的話 我會變突發電� OK 好 所以這個第一階段完成了 按確定 我找到它在第六個字 然後 後面這個字的話 路階道的位置 剛好是在 這個規則一模一樣喔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這個 這個複視一下 那將來的話 你就是 要不就是你再切到一個 記事本裡面 把那個 禮區先改 然後再切回來 要不然你如果 這個 比較熟練的同學 你就直接就改就可以 那改個方法 我來直接改 我直接改 我不貼 剪下來 一樣把這個公式剪下來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第二階段 我們就貼到那個 MID裡面去就可以了 MID 因為我已經知道頭 已經知道尾 所以再來的話 我用MID的函數 然後告訴它說 我要切的位置 我已經知道了 MID 然後呢 MID一樣會跟我要 三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 你的地址在哪裡 TEST文字 在這裡 第二的話呢 就是你的開頭那個字 可能是0 可能是理 可能只有剛剛那一串 所以把它貼 貼到STAR NUMBER裡面 那記得後面一定要加1 因為你如果那個加1的話 你變成說 你將來如果 你加1 變成多一個0 多一個理 或多一個區 所以加1 意思就是說呢 從比如說中山區 從這個區 從這個區 第六個字 第七個字開始 那 LUMBER CHASE 這個是最難的 變成怎麼樣 你要把什麼呢 把剛剛那個公司再貼一次 但第一次貼一次 要抓那個路接到的 後面這個位置 直接就減掉前面這個位置就可以 因為前面 之前我們那個前刮乎 後刮乎 應該是後刮乎的下一個字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 變成說呢 我路就直接是我要的啦 這個這個是我 所以變成不用再多減1啦 因為刮乎是要多解 這個不用嘛 所以 貼的方法就是直接什麼 第一 這邊就要 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要非常強 第一個 貼上它 那我習慣先貼再改 減掉什麼呢 再貼一次 所以喔 變成說貼兩次 然後呢 把前面的這一個 第一次貼的這個有沒有 本來是零里 零里區喔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路接到 這個改路 這個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只要有一點點錯誤喔 那就會非常麻煩 所以你可慢一點沒關係 路然後接 有沒有 然後再到 如果找不到路就找街 如果沒有找到街 就找到 OK 反正就這幾個啦 那找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呢 答案就出來了 新生北入都OK了 有沒有 就是 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剪掉前面區的位置 就剛好四個字 因為這個是第六個字嘛 這個應該是第十個字吧 然後一剪剛好四個字 長度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向下填滿 再把它向下填滿 底下 就 大功告成了 OK 那理論上我看過了 應該是OK的 就是 利用這樣的方式喔 我們都可以取出我們要的 那相關的參考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第幾頁呢 第28頁喔 講義裡面的第28頁 我非常容易傷 所以你會幫你講 我剛剛做第一階段的動作 就是先找零里區 有沒有 那 也許你可以把這一段 複製貼下來 路階道 那這個路階道呢 那這個路階道呢 剛剛那個MID的 這個Lumber Chars的 後面這個部分 就是 有沒有 看這邊喔 其實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 這個加一 豆點後面 第三個參數喔 路階道 這根 減掉 零里區 得到的結果 那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 嗯 複雜度相對是比較高一些啦 不過邏輯上面喔 跟剛剛那個 151那一題啊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的邏輯 相似度 差別只是說呢 前面的那個 151比較單純 因為它是前瓜虎 跟後瓜虎 那 這一題的話呢 變成說它的前瓜虎 位置喔 變成說 就是三種可能 零里區 後面呢 不是後瓜虎 是路階道 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其他的概念呢 都差不多 因為這一題的難度相對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暫時喔 一下子沒辦法做出來喔 欸 就 再花一點時間吧 可能就量力而為 因為這個這個難度其實是還蠻高的 但是很多工作裡面喔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做出來 後面就簡單 因為你要做出紐分析表的話 好 那 假如你沒有這個 這個 路接到這個欄位的話 那 你當然 就無法做後面的動作了 沒有你地址給他 他也沒辦法幫你 做 這個分析 OK喔 所以這個是 早上最後講的部分 這題比較困難啦 所以也許喔 我們可以量力而為 因為有些同學好像連函數都不太熟 這個 這麼複雜的公式喔 恐怕也是有問題 你們先 知道這個東西 那 回去之後啦 有時間喔 慢慢再 找個時間去 再了解一下 然後我把影片錄下來 如果 你們對這部分還有興趣 想要多了解的話 可以再試著做做看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接著來看第二個單元 邏輯函數部分 所以請各位待會喔 幫我 再 看一下 第 33頁的地方 然後 並且呢 把這個第二個單元的邏輯函數打開 OK 邏輯函數打開之後的話 並且在 點選那個 他的工作表裡面 if的部分 if 那if 那if部分的話呢 就是 大概幾個重點喔 不外乎就是說 你這邊可以再多一個欄位 叫多重判斷 那 綜合評定這個部分是 這個分數到底合格不合格 也比較簡單 就是兩種可能 兩個 處跟false 兩重的判斷 那 多重判斷這邊多一個欄位是說 如果他的分數喔 假如大於等於80分的話 那就是A 那就是A 假如是 底下的話就是 70到79 那就是B 60到69 那就是C OK 除此之外的話呢 剩下就不及格 那就是D 那如果 多重判斷怎麼做 兩重判斷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多重判斷呢 其實平常也用的蠻多的喔 尤其是現在 有些工作的複雜度越高的話 那當然呢 就不適合你用人眼睛去判斷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多重的邏輯可能性的話 那你如何可以 所以 在邏輯裡面再加邏輯 因為 if裡面的話 只有 處跟false 那裡面只能放兩個啊 那如果要放第三個 第四個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用潮狀的 潮狀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在if裡面 再繼續判斷 不過這邊有個限制喔 if的話 最多是七成的if 最多是七個if 超過七個好像他就沒辦法幫你做判斷了 OK 那七個不夠的話怎麼辦 沒辦法你就是 頂多就是再多一個欄位吧 有沒有 這個判斷 然後再插一個 就是繼續再判斷 還可再七個 不過應該沒有那麼複雜了吧 如果再這麼複雜的話 那當然也許 我是建議你就不要用函數了 我是建議喔 複雜的事情還是交給程式啦 我覺得會比較恰當一些些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這一個 住來切到的公式喔 那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這個我想就亮麗而為啦 如果可以的話 試著做出來 如果不行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就是再花一點時間了解 因為這個資料其實還蠻開放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到那個 就是台北市的那個開放資料網站上面 他除了有住宅切召案件之外 還有汽車的切召案件 還有機車的自行車的搶奪的什麼都有 也許你想知道台北市的治安 我覺得有時候在那個網路上面 其實就很容易找到相關的這個資料 OK 請各位試一下 並且喔 再幫我開啟那個第二個單元 邏輯函數的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邏輯函數裡面的綜合 就是合格不合格 跟那個ABCD